清真的龍膽石斑 撒上香菇 肉絲 薑絲 最後在淋上的熱油 大火拌炒 火蝦瞬間變美味料理 接近中國農曆新年 各大飯店摩拳擦掌 推出特色年菜 不少業者鎖定小家庭商機 各館都有推薦一些小組合的 比如說你要告訴我們現場的人員 大概你是三到四個人使用 那我們就會來為他做這個客製化的 小家庭商機規化領級常溫熱年菜 看準小家庭趨勢 像是芙蓉飯店 主打三到四人份的鱸魚嫩排雞湯 三道組合菜四千一百八十元 六福萬一酒店 龍翔歡聚六道年菜 也要四千九百八十八元 看看均平酒店 移工餐廳 推出五道愉悅龍門菜色 以及台九主打經典的團圓餐 通通不用三千元 小自主也能花小錢吃精緻料理 我去自己一個人住而已 所以我想直接去火鍋店外帶就好了 我單身了 而且沒有什麼親戚朋友 找外食啊 我自己不下廚啊 因應小家庭除了年菜組合外 飯店也提供單點服務 除夕夜想吃什麼自由搭配 甚至看準現代人不想開火 飯店吃團圓飯也開放下定 二月九號除夕當天 萬喉酒店 圓山飯店 還有六福萬一酒店 宴席幾乎全滿 除夕為如已經達到九成的定位 還剩零星的多數 那同時也順勢推出了 外帶的常溫年菜 目前已經有許多消費者的 預訂與詢問 現代人不想花力氣準備年菜 2024年菜大戰已經開炮 近新聞的為您的方此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